和我结婚三年的丈夫心里 一直都有一位白月光 如今白月光即将回国 丈夫在偷偷转移婚内财产 想让我净身出户 我直接找到了这位白月光 给你五百万 麻烦赶紧让我老公向我提出离婚 白月光 他搞垮我的事业 让我只能依附他而活 我为什么要和他在一起 不如我们联手吧 宝子们好呀 祝大家顺风顺水顺财神 给财神点赞后 评论区发送 谢谢财神 他就会感受到你的诚意 并多送你两个月好运哦 在得知老公 想要为了白月光和我离婚的时候 我的心里是十分震惊的 我看下一旁冷着脸 在电脑前处理公务的老公 有些不确定的问道 你确定谢严诚 要为了别的女人和我离婚吗 你真的没有找错人吗 也不怪我疑惑 自从我认识谢严诚之后 我就没见他对哪个女人伤心过 现在你告诉我 他要为了别的女人和我离婚 我第一反应就是遇到骗子了 听到我的困惑 那位自称为系统的表示 极为不服气 你这是在质疑本系统的能力吗 谢严诚 A是本地人 家里有十多处房产 手底下有三家公司 身高185 体重 没等他说完 我就连忙让他停住了嘴 好家伙 好歹我也是谢严诚名义上的妻子 我居然知道的还没有他全 就在刚刚 我还在想着找个地方 出去旅游放松一下的时候 突然有一个名为系统的东西 绑定在了我的身上 没等我反应过来 系统告诉我 谢严诚在上学的时候 心里其实有一位白月光 但苦于家中反对 这一对有情人就这么分开了 白月光在谢家的安排下出了国 而谢严诚则考上了本地的大学 等毕业后接手家族企业 后来谢严诚遇到了我 一个门当户对的大家千金 我们两人在双方父母的撮合下 就这么结婚了 如今十年过去了 白月光即将回国发展 而谢严诚在得到了这个消息后 心里起了歪心思 他将我们两人名下的财产偷偷转移 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 向我提出离婚 系统的声音继续在我的脑海中响起 怎么样宿主 你考虑好了吗 只要你肯完成我们的虐渣任务 我们就可以出手帮你教训谢严诚 让他吃不了兜着走 我没答应 但也没拒绝 而是打开了我和谢严诚的共同账户 如系统所言 上面的钱现在已经所剩无几 虽然我和谢严诚同为夫妻 但我花钱的那张卡依旧还是家里的 如果不是系统告诉我这件事 恐怕我这辈子都不会发现 钱全都被谢严诚给转移走了 但我还是心存侥幸 我看向一旁的谢严诚 淡淡的问道 你还记得咱们俩那张卡的密码吗 我不记得那张卡的密码是多少了 谢严诚的手一顿 头也没抬的说到 那张卡已经很多年没用过了 里面估计也没钱了 至于密码是多少 我也忘记了 如果你着急的话 我等一下让秘书打电话 去问问银行 我了然地点点头 没有再继续追问下去 谢严诚的态度让我感到心寒 我虽然知道我们是商业联姻 并没有多少感情基础 但他这么明目张胆的 把我的钱给转移出去的行为 实在是让我很恼火 你是系统 你应该知道 那位白月光如今身在何处吧 我要去见识一下 能把谢严诚迷的神魂颠倒的女人 长什么样子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再去寻找白月光的路上 系统的声音都变得激动了起来 宿主你放心 我已经提前替你打探好了 这位白月光的来头 苏婉婉 出生在偏僻落后的山村 如果不是后来国家政策的推行 恐怕他早就辍学出去打工 贴补家里了 他和你比起来 简直就是云腻之别 系统的话 让我的心里感到极为不舒服 于是我在车上假媚 自动忽略了她的话 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有选择的话 不会有人愿意 出生在一个并不爱自己的家庭里 原生家庭 不应该成为攻击一个人的理由 看到面前窄小的画廊 我的心里产生了疑惑 不是说苏婉婉在国外 是个小有名气的画家吗 怎么回国后 反而混得这么差了 等到我走进去的时候 发现我刚刚的心理建设 还是太高了 也许是因为备养的缘故 整个房间里 显得十分昏暗 不过不远处 倒是有一处光亮 等我走进一看 发现里面正坐着一位拿着画笔 苦苦思索着 下一步该如何下手的女人 明明马上就要步入儿立之年 可时间仿佛 格外善待面前的女人 她没有在女人的脸上留下痕迹 反而增添了一丝韵味 见来了客人 苏婉婉连忙放下了画笔 朝我露出了尴尬的笑容 她小心翼翼的说道 您是来买画的吗 大概是查觉房间里太过昏暗 她连忙打开了灯 随着视线变亮 我这才发现原来画廊里 摆满了苏婉婉的画作 有的是凋零的玫瑰 有的是少女望向窗外时 等待爱人回家的眼神 这些画作无一步透露着 画家本身身后的功底 见我没有反应 苏婉婉微微有些失落 但还是强装镇定的说道 您不买也没关系的 可以随便看看 我却伸手在墙上 拿下一幅苏婉婉画的月亮 然后将手里的银行卡递了出去 这张卡里有五百万 这幅画我要了 苏婉婉文言瞪大了双眼 仿佛手里的卡是烫手山玉斑 连忙将卡还给了我 见状我反而来了兴趣 给你五百万你都不要 你是不是嫌我给少了 眼见我还有往外继续掏钱的架势 苏婉婉急急忙忙的开口道 我这幅画不值钱的 要不了那么多钱 如果您实在是喜欢的话 我免费送给您都可以 实不相瞒 我已经在这里开画廊 开了半个多月了 可一次都没有人来过这里 这幅画送给您 我们就当交个朋友了 我有些惊诧的朝着苏婉婉看去 也就是说她半个月 连一幅画都没卖出去 谢严诚现在追女孩 变得这么抠门了吗 连一幅画都舍不得买了 我虽然在心里是这么吐槽 但面上还是露出微笑淡淡的说道 那我换一个说法 我给你五百万 麻烦你赶紧让我老公 向我提出离婚 苏婉婉有些惊讶的看向我 然后她有些不确定的 指了指自己问道 啊你是说我吗 见苏婉婉这个态度 反而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了 我原以为她是个贪财的女人 不然谢严诚也不会将 我们名下的共同财产 给转移出去了 可苏婉婉直到现在表达出来的 都没有我想象中的那样爱财 我理所当然地点点头 反问道 谢严诚是你前男友吧 我现在是他的妻子 他知道你回国之后 已经在筹划和我离婚的事情了 我今天来找你 也是想看看你究竟是何方神圣 能让他做到这个地步 和我预想中不同的是 苏婉婉一改之前和善的态度 有些恼怒的看向我 沈小姐 我知道你是豪门大小姐 和我这种平民小百姓不一样 可我并不想做你们这些 少爷小姐之间牺牲的产物 说吧 苏婉婉直接将我从房间里 给推了出去 没等我反应过来 我就已经出现在了画廊外面 望着面前紧闭的房门 我陷入了混乱 与此同时 系统也趁机出来 贬低苏婉婉 她肯定知道自己是 破坏别人家庭的小三 所以才把你给赶出来了 你看看 她都这么对你了 你还要再替她考虑吗 听我的 将她做的事情 全都披露在所有人面前 让她身败名裂 可我却盯着玻璃窗后 墙上挂着的画作 我始终相信 画如其人 能做出这么纯洁画的人 她的心思 一定不会深沉到哪里去 况且 从她刚刚的态度来看 谢严成做的那些事情 或许和她并没有太多关系 想了想 我最后还是让秘书 去调查这些日子里 谢严成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地方 系统见我不听她的指示 怒骂我不争气 回到家后 我惊讶的发现 谢严成已经坐在沙发上等着我了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吗 平常宁愿住在公司里 都不回家的人 居然已经连续回来两天了 谢严成看着我手里抱着的话 沉生问道 你以前不是最讨厌这些画作吗 怎么如今也买回来了 我心下顿时了然 原来是怕我为难她的白月光啊 不过我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反而表现出对这幅画的喜爱 这幅画和别人的不一样 你不觉得她画的这个月亮 格外的好看吗 尤其是格外能让人想起 上学时期的白月光 你说呢 我意味深长的 看向一旁的谢严成 他的手一顿 抬眼朝我看来 我们两人就这样静静的对质着 谁也不肯先开口说话 两久后 我装出一副天真无邪的模样问道 你这么紧张的看着我干什么 难道你还真有白月光瞒着我 谢严成紧紧的盯着我 仿佛要验证 我是不是已经知道了其中的内幕 最后他故作轻松的说道 我的心里只有工作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看在结婚三年的份上 这是我给谢严成的最后一次机会 我这人的眼里容不得沙子 平生最讨厌的 就是别人的欺骗 我坐在咖啡馆里 百无聊赖的等着苏丸丸的到来 早在三个小时前 我从秘书的手里 得到了苏丸丸的联系方式 并约他在这里见面 我认为 我们两个人都有知道事情真相的权利 许久不冒泡的系统 这时像是炸石里般 他冷不丁地说道 宿主你终于想明白 要告诉苏丸丸这一切 手撕渣男见女了吗 我若有所思的 看向桌上咖啡杯里 倒映出来的天花板 这些日子里 我一直都在思考系统 为什么会找到我 真的是为了帮助我手撕渣男吗 如果真如他所说的一般 那为什么系统处处针对的 却是无辜的苏丸丸 又为什么话里话外 都要挑起我和苏丸丸之间的争斗 反而让真正的罪魁祸首 谢严惩隐身了呢 不过这一切 在还没得到验证之前 我还不能率先说出来 毕竟它的存在 是超脱科学之外的 谁能保证他 会不会对我产生伤害呢 我肯定是要和苏丸丸摊牌的 系统顿时就像打了鸡血一般 一直唧唧喳喳的 在我耳畔说着苏丸丸的坏话 也是因为如此 我更加坚定了自己内心的想法 没一会儿 苏丸丸就风尘涂谱的赶来了 能看出来的是 他好像很看重这次的邀约 不仅做了发型 还化了精致的妆容 他如临大敌般看向我 有些警惕地说道 我不知道你上次来找我是出于什么样的心态 但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我和谢严诚早就没关系了 如果他是因为别的女人和你离婚 我可以向你保证 那个女人一定不是我 你也没必要紧抓着我不放 我了然地点点头 并没有多说什么 毕竟一天的时间 足够我调查出来苏丸丸的底细了 苏丸丸当初是凭借势里的第一名 被谢严诚所在的贵族学校特招进去的 因为家庭状况的原因 苏丸丸卯足了劲 要在学校里好好学习 自然成为了这一种公子哥眼中的异类 那时的谢严诚远没有现在的金贵 还是个魂不吝的混世大魔王 让老师们极为头痛 谢严诚当初和众人打赌 赌注就是他能否一个月内追到苏丸丸 这个赌约大到什么程度呢 大概是全校的人都有所耳闻 但只有主人公苏丸丸不知道的程度 谢严诚演去了自己是林家少爷的身份 以贫困生的身份和苏丸丸相处 或许是因为抱团取暖 苏丸丸并没有排斥谢严诚的接近 但他也并没有喜欢上谢严诚 只当作是普通朋友相处 眼见时间就要结束的时候 谢严诚的朋友偷偷给他出了一个歪点子 英雄救美 这个剧情虽然很俗套 但也确实成功了 苏丸丸因此对谢严诚产生好感 两人开始了地下恋爱 可随着时间的推移 谢严诚也逐渐对苏丸丸上心起来 他在背地里威胁所有人 不要把这个赌约给说出去 可只终究是包不住火的 一个喜欢谢严诚的女孩 居然直接将这件事告诉了谢母 于是由谢母出手 将真相直接摆在了苏丸丸的面前 我可以送你出国留学 或者我切断谢严诚一切经济来源 谢母给了苏丸丸两个选择 没有任何犹豫 苏丸丸直接选择了前者 等谢严诚反应过来的时候 苏丸丸早已踏上了出国的飞机 两人因此断联了 从那天以后 谢严诚一改往日的态度 开始认真学习 俨然一副好学生的态度 我抬眼看向苏丸丸 有些委婉地说道 我在市里多多少少 还是有一些关系在的 并且各大杂志社都集中针对你嘛 并且你回国之后 甚至连一位买你话的客人都没有 苏丸丸有些诧异地看向我 那表情似是在说 难道这一切不是你做的吗 我面上的微笑差点没有保持住 怎么说我出门 别人都会恭恭敬敬地喊我一声 沈总 我看起来很像为了争风吃醋 做出来这么愚蠢的事情的人吗 我严谨一该道 是谢严诚做的 谢严诚一直认为是他的母亲 将苏丸丸给逼出过的 所以一直记恨着他的母亲 其实这些年来他一直都没放弃过 寻找苏丸丸的下落 直到今年 他终于在朋友的口中得知了 苏丸丸成为了一个小有名气的画家 可他在国内有家庭有事业 让他出国发展难于登天 于是他把主意打在了苏丸丸的身上 他特意安排了一个人 伪装成一位特别有名的画家的助手 将邀请函交给了苏丸丸 亏得苏丸丸兴高采烈地前去赴约 殊不知那只是一个陷阱 在众星云集的宴会上 他突兀地出现在了里面 其实邀请还是假的 因此他被打上了 想要走后门的标签 原本积累的粉丝 此刻全都在社交平台上 将他骂得狗屑喷头 将他逼回了国内 可回到国内后 谢严成依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 并且不让任何人去买他的画作 谢严成甚至派人散出了消息 说是我因为吃醋 所以处处针对苏丸丸 这也难怪他在得知我的身份后 会变得这么气愤了 谢严成想逼得苏丸丸走投无路 到最后只能去求他 与此同时 他又在一点点架空我在公司的权利 让我净身出户 我认真的看着苏丸丸的眼睛 淡淡地说道 有兴趣和我一起报仇吗 当我说完这番话后 苏丸丸的第一反应是怀疑 毕竟我和谢严成是夫妻 我为什么要和他一起联手 报复自己的丈夫 可随着我把所有的证据 都摆放在桌上 苏丸丸才不得不相信 原来这一切真的是谢严成做的 他不敢置信道 谢严成为什么这么做 我们当初不过只谈了一个月的恋爱 而这个前提还是他欺骗了我 他为什么抓着我不放了 我耸了耸肩 其实我有点搞不懂 谢严成是怎么想的 如果他真的想挽回这段感情的话 就不会和我结婚 更不会这样处处针对苏丸丸 他首先要做的 应该是为当年的事情 向苏丸丸正式道歉 但这同时也印证了一个道理 哪怕谢严成现在包装的如何华丽 都掩盖不了他魅力是烂人的事实 苏丸丸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他媲媒看向我说道 那你需要我做些什么 我将自己连夜制定的计划 娓娓道来 我需要你去找谢严成 先稳住他 在这段时间里 我需要把他从我手里 架空出去的东西全都拿回来 最后我一定要让他知道 一无所有的滋味是什么 原本谢严成转移出去的那点财产 我还并不放在心上 但他想把脏水全都泼在我的身上 这一点我忍不了 我们两家公司有许多业务 都是重合的 客户员也都差不多 如果我们两人离婚了 并且犯错方还在我的情况下 那我损失的 可就不止那点钱了 所以在我得知了谢严成的想法之后 我立马产生了 要报复他的念头 可系统却在我的脑海里疯狂尖叫 不 你不能这样做 你在知道了苏丸丸是破坏你家庭的元凶之后 你应该要针对他 而不是和他联手 或许之前我还会有一些担忧 但现在我冷笑道 你不是虐渣系统吗 我现在和苏丸丸联手 不也是虐渣吗 难不成我非要虐苏丸丸 这个毫不知情的人 放过谢严成那个渣男 但如今看来 他除了会挑起我和苏丸丸之间的矛盾 其他的什么都不会了 倒不如说他是个辞禁系统 来得确切一点 苏丸丸当着我的面 给谢严成打去了电话 喂 是苏丸丸吗 谢严成有些小心翼翼的问道 明明他早就将苏丸丸的电话号码 背得滚瓜烂熟 但现在还要装出一副 什么都不知情的模样 听得我差点笑出声来 见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谢严成的声音里难眼激动 你在哪里 我现在去找你 我若有所思的看向苏丸丸 看来谢严成这么多年的高冷 全都是伪装出来的 只不过他还没有遇到那个 能让他破功的人 挂断电话后 苏丸丸有些嫌恶的说道 这会气玩意儿 把我害成这样 居然还装出一副没事人的模样 恶心死了 先前的气氛一扫而光 我有些好笑的看向苏丸丸 看来我对他的了解还不够透彻 为了防止谢严成发现我的踪迹 我连忙从咖啡馆里走了出去 在出门之前 我已经看到了 谢严成正急急忙忙的朝这边走来 我连忙拿起了一旁的报纸 挡住我的脸 事实证明是我多虑了 谢严成压根就没往我这边看过来 他的注意力集中在苏丸丸身上 我神情有些复杂的 看着谢严成的背影 去年我生病在医院里 整整住了一个月 谢严成连一面都没出现过 家里长辈问起的时候 他敷衍着说道 一个小病而已 哪里有这么娇气 可现在苏丸丸不过是一个电话 他就能把手中的工作放下跑来 这时系统兴奋的声音传来 没错 害得你丈夫这么多年 对你漠不关心的罪魁祸首 就是苏丸丸 你恨他 所以你要毁了他 对于系统时不时的出来 挑唆我已经习惯了 对呀 所以我一定要毁了谢严成这大渣男 如果不是他吃着碗里看着锅里的 我现在应该嫁给了一个 不会给我带来这么多麻烦的男人 也不会被人算计 所以我要毁了谢严成 系统对我气得说不出话来 直说我如此不可教掩 我去车来到了公司 我看到原本属于我的办公室 此时已经有别人搬了进去 我皱着眉喊来了经理 经理面上虽然谦逊 但话里话外 却表达了对我的蔑视 这是谢总亲自下达的指令 他说没有必要给一个 不给公司带来任何收益的人 准备办公室 这样是浪费了公司的资源 也挥含了真正做出实际人的心 沈总请回吧 不得不说谢严成实在是高明 结婚之后 我们两家的公司联系越来越密切 借着我在外地拓展工作的时候 谢严成更是直接将自己摆在我之上 看着四周 头来若有若无的视线 我笑了笑 我给你五分钟的时间 如果我的办公室不能恢复成原样 那你也没必要继续留在这里 当谢严成的狗了 我知道这位经理 从谢严成年轻的时候就跟着他了 是他的心腹 所以我特意当着所有人的面 狠狠地把他踩在脚下 我要让所有人知道 这家公司并不是只有谢严成一个人 经理面色铁青地看着我 两久后 他拜下阵来 让人去收拾出来办公室 等我在办公室坐下来之后 得到消息的谢严成才姗姗来迟 他沉着脸说道 你今天这样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我有些惊奇地看向谢严成 你是在为了一个经理来指责我吗 那我们可要好好说道说道 我不过就离开了公司一个月 怎么连办公室都没了 那个经理以下犯上 我出手教训他一下有什么不对吗 还是说 其实这一切都是你的授意 谢严成面色铁青 始终没有说话 毕竟我现在在公司里的影响力 并不逊色于他 他不敢现在和我公然叫板 他皱着眉说道 不管怎么样 你说话不应该这么难听 他怎么说 都是跟了我几年的老员工 你当着别人的面这么说他 你让他以后还怎么在公司里待下去 面对谢严成的质疑 我神色如常地翻阅着 这几个月以来公司的账目 越往下看我的心就一点点跌落谷底 看来在谢严成知道了 苏婉婉下落的那一刻起 他就已经在想办法对付我了 亦或者是更早 我冷笑着将公司的阅读报告 扔在他面前 比起那些 你不觉得你更应该和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公司的账目根本对不上 谢严成的脸色一下子变得惨白 但他还是强装镇定地说道 是吗 那看来是手底下那帮人干活马虎了 等一下我就再让他们重新整理一份交上来 一天的时间 你补上那些窟窿我就当什么都没发生 不然你知道我的手段 我淡淡地说道 谢严成这些不入流的手段 早在我刚刚接受家族企业的时候就见识过了 我的家庭比不得谢家干净 我父亲的私生子们可以说是遍地跑 我必须要做到足够优秀 才能在他们之中杀出重围 拿到继承权 我虽然不想让自己太累 但也不想把属于我自己的东西拱手让人 在稳定了公司后 我就在物色合适的连人选 反正以后都是要嫁人的 还不如找个能干活的 没想到我千挑万选后 选到了谢严成这么个玩意儿 等谢严成走后 我接起了苏丸丸打来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他显然十分生气 谢严成这个狗东西 居然把错全都推到了你的身上 要不是我看过那些证据 我还真被他给骗过去了 他说他早就受够你了 现在正在起草离婚协议 让我再忍受一段时间 想起刚刚谢严成敢怒不敢言的模样 我没忍住笑出了声 这就是男人的嘴吗 人死了嘴都是硬的 我望着桌上拍卖行的邀请函 饶有兴趣的说道 他的嘴一张一合 就让你在这里空等着吗 总要付出点诚意看看啊 过两天有一场拍卖会 不如让他带你去逛逛 看看有没有什么入眼的买回去 我倒要看看 谢严成会打肿脸充胖子到什么地步 拍卖会前一日 谢严成曾小心地来 询问我会不会前去参加 我勾唇一笑 斩钉截铁地说着自己不会去 看到谢严成松了口气的模样 我却在心里暗笑 还以为他会有多硬气 原来也不过就是个虚张声势的直老虎 所以当次日在拍卖会上 看到盛装出席的我之后 谢严成顿时慌了神 他连忙松开了揽着苏婉婉的手 有些慌张地说道 你不是说你不会来吗 我置若罔闻 只是以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忘了苏婉婉之后就离开了 果不其然 身后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为了安抚苏婉婉 看来谢严成今天要大出血了 拍卖会进行的期间 一旦我对那件藏品展现出兴趣的时候 苏婉婉就一定会用高价买过去 看他小人得志的模样 今晚看来一件藏品都不会让我拿回家了 渐渐的 周围人也逐渐意识到了不对劲 纷纷用着奇怪的目光打量着我们 我视若无睹 依旧专心看着台上 而一旁的谢严成明显就不淡定了 他压低了声音说道 怎么说他现在还是我名义上的妻子 没必要现在闹得这么难看吧 现在细细算来 谢严成已经花了500万来红美人一笑了 可苏婉婉的情绪并没有得到缓和 反而更生气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不是说早就受够了他吗 为什么刚刚你看到他之后立马松开了我的手 你不是说你要和他离婚娶我吗 难道都是骗我的吗 苏婉婉几乎是尖叫着说出来的 声音大道引起了众人的侧目 我清楚地看到 谢严成面上的冷汗都快落下来了 如果出轨的帽子扣在了谢严成的头上 这将是一个巨大的丑闻 他的客户员也会损失的彻底 我冷笑着看向苏婉婉 你以为你在和谁说话 我是谢严成明媚正娶进来的妻子 你算哪跟聪敢和我比 谢严成你可真是好样的 这才三年你就让外事踩在我的头上 等着收我的律师喊吧 说完我不顾谢严成的阻拦 直接从会所离开了 而苏婉婉也不满谢严成来回摇摆的态度 跟在我的屁股后面也跑了出来 谢严成此时已经被我提前喊来的记者 给团团围住 只能看着我们两人相继离开 而面对记者的采访 谢严成的解释显得是那么苍白无力 而我们离开拍卖会后 我和苏婉婉默契的记长 苏婉婉有些兴奋地说道 我刚才演得怎么样 我看谢严成那个大傻子都傻眼了 我毫不吝啬地朝着苏婉婉 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干得漂亮 这是我和苏婉婉前一天商量好的 你面上当着谢严成的面大吵一架 实则是将他做的那些事情公之于众 这一步 显然我们已经成功了 我望着手机上传来 谢家掌门人身陷出轨丑闻的消息 勾唇一笑 算上前两日 谢严成不仅要将转移的钱全都拿回来 再算上那些亏空 恐怕谢严成如今的私房钱 都被我和苏婉婉给压榨一空了 真不知道谢严成的脑子里在想什么 我都快把他这人给忘掉了 还来我面前蹦打 而且他是瞎了眼了吧 放着你这个漂亮又能干的老婆不要 非要来找我 面对苏婉婉的夸奖 表示极为受用 大手一挥 直接带他出去 Happy 今晚的消费 由我来买单 次日 谢严成不仅收到了我的离婚协议书 还收到了苏婉婉和他分手的消息 没想到你不仅把我算计回国 还把这一切都推到你老婆的身上 你真让我感到恶心 我和苏婉婉联手 将谢严成做的事情 全都曝光在了网络上 铁证如山 任由谢严成如何解释 并且还收到了圈内一众好友的同情 以及他们对谢严成的谴责 可以说 这次我赢得十分彻底 若说有一个人不满意 那一定就是系统了 他整日里在我的耳旁吵闹 你不能这样做 你会后悔的 我一定要换个宿主 我当初为什么会绑定到你的身上 自从我开始虐谢严成之后 系统就整日里想要阻止我 见他的劝说不起作用 转而开始攻击起我来 眼下我最重要的 还是和谢严成办理离婚手续 短短一个月没见 此时谢严成的脸上 早已不见当初的意气风发 脸上胡子拉叉 毫不狼狈 听说最近谢家一直都在走下坡路 已经有不少人 开始对他的公司虎视眈眈 那群人联手想要把谢家搞破产 谢严成能苦苦支撑到现在 也实属不易 但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你出轨 净身出户 谢严成面露苦涩的说道 沈青岩 好歹我们也有三年的夫妻情分 你一定要把我逼到这个地步吗 这是想和我打苦情牌了 当初被地理算计我的时候 怎么没想着 念及这三年的夫妻情分 我懒得搭理他 反正就算要打官司的话 肯定也是我赢 我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能不能离 难道你还想让我出手 加快搞垮你的公司 谢严成沉默了片刻 最终还是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拿到离婚证的一瞬间 我兴奋地从民政局里跑了出去 这还是我平生第一次离婚 这感觉不免有些新奇 外面 苏婉婉正拿着两杯奶茶等着我 脱了谢严成的福 我和苏婉婉意外地觉得合拍 经过这一个月的相处之后 我们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但是在靠近苏婉婉的那一刻 我的身体突然感到了一阵轻松 我想了想 试探性地在心里喊了下系统的名字 在一阵沉默过后 我的眼睛一亮 这凡人的系统总算是从我的身体里离开了 今天可真是双喜临门 我在心里美滋滋地想到 可一旁的苏婉婉 却有些困惑地看向我 你刚刚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有些不可置信地朝着他望去 你该不会说的是 虐渣系统吧 见苏婉婉有些懵懂地点点头 我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和我一样清醒 我现在已经能想象到 系统是如何崩溃的了 全文完